來看到是總統參選郭台銘到新北市板橋玉民街夜市掃街 不過有一名正妹跟他合影 好有人捕捉到這一幕覺得蠻有趣 因為郭台銘似乎往他胸前掃過的一個眼神 引發了議論 好這一名正妹他是網美麻豆余納斯 他也在IG限動分享跟郭台銘的合照 兩個人一起比出愛心 還戲稱說我跟我爸啊不是是阿明 當時郭台銘明顯往他看去 不過呢外界看應該不是被他身材吸引 而是看他做什麼動作 所以呢之後郭董也在胸前比出了愛心 好但是呢其實郭台銘在夜市掃街敗票 也也拋出了政見 他當場拋出的是2030年 全面汰換油車改電動機車 我們還有一兩百三要吃 這氣勢還以為是大胃王來者 武黨籍總統參選郭台銘夜市巡迴 來到三重的三河夜市 充人氣也要證明自己接地氣 還不忘借機拋出新證件 政府也是想要推動環保 補貼政策不夠 準備在這二十七年內 就到二零五零年 只有百分之五十機車 要把它換成電動 我是建議是 二零三零年 我希望百分之百 給它換成電動 所有的費用 由政府來吸收 打包票當選後 要在二零三零年將機車全面電動化 郭台銘強調只要花少少的錢 不僅環保還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換電的設施跟充電設施 政府出面協助架設 讓所有的機車族比便利商店還要方便利 鋰電池全面性的回收 環境部規劃目前業者量能 只能到二零三零年 是不是能夠提升 讓所有鋰電池能夠再利用 而不是只是變成廢棄物 這才能夠真正的 讓整個政策的推動 能夠全面化 各界不免之一裁員從何而來 郭台銘賣賣官子 只說之後會提出完整的規劃 但被問到子弟兵高鴻安的爭議 笑容似乎漸漸消失 我想現在在司法階段中 今天要以相同的標準 前所有執政黨 你們的立法院 你們的助理 你們發生所有的弊案 要一樣的標準 大家沒有話講 那新竹那邊會請高鴻安 幫忙聯署嗎 我想我 我聯署 我們都是靠自己的力量 是真的靠自己 還是想撇乾淨 郭台銘現階段 全力拼聯署 看來不容任何負面干擾 記得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